不如我們又說說家長、女士 除了固著小朋友之外 我們大人其實也要固著自己 因為我們犯了很多錯 雖然犯了很多錯 例如蹺腳 女士們好像蹺腳 其實有什麼不好的呢? 我要先放回來 當大家蹺腳蹺了太久 會導致兩邊盆骨和腰之間的肌肉不平衡 會導致翹翹那邊長期縮短了 縮短了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將腰椎輕微地旋轉 或者會彎到那邊多一點 對整體的肌肉有影響 如果真的要蹺腳 記得要轉一邊 對,轉一邊 對,轉兩邊會比較好 對,不要蹺腳蹺一邊 身為家長 我們自己也有很多習慣 首先,一就是剛才提到蹺腳 二就是穿高跟鞋 因為實際太貪美了 我們真的不好 不如你問有什麼不好呢? 再警惕一下我們 当女士们穿了一些比较过高的高跟崖的时候 就会把脚筋提起 提起后就会把整体体重压向前 会导致压力向前脚掌 可能会导致前脚掌附近关于枕 压力大了会自然关于枕来支援 另外对腰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因为体重向前 身体很自然会向后咬 咬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它咬了就会把压力增加 肌肉关节可能会加速退化 因为我记得每次穿高跟鞋 再抱起儿子的时候就是最痛的位置 因为你又要再加重量 加了一个腹 加了一个重量 通常我们自己骗自己 我们就说那我不穿那么高 是吧 我们做一些是有platform的 就是有些很厚底的那些 是不是没事的呢 是 其实platform的那些 都是真的要看脚筋升了多少 脚筋升高 通常我们会建议两寸或以下 两寸 就会比较腰的影响比较小 通常今天穿了这么多高跟鞋 又要抱仔 又要臭仔很累的 晚上我们通常都很喜欢做一下脚底按摩 做一下全身按摩 宣示一下 其实是不是对的 或者是好不好的呢 你觉得 那按摩呢 适量按摩其实是好的 就因为可以帮助肌肉的痛楚 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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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血液循环 可以安復得快一点 肌肉问题 OK 但是当我们大家可能越按越多 就依赖了 依赖了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你的身体可能 已经进展到一个不是肌肉问题的 的程度 可能是关节上 在骨头那些问题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导致肌肉痛 我们又不知道 那个技师不会知道 是的 就会越按越伤 所以我们不想帮助 OK 好啊 今天多谢 谢谢舒缓 再见 再见